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感謝各位自己友和聽眾繼續貼著我們文昌講古經 12月13日 剛剛這個星期發生了很多事件 當中有一宗都很值得跟大家講的 就是美國方面以維吾爾人權為理由 就是制裁了一系列的人和公司 當中公司名單裏面 就有一間香港準備上市的新公司 叫做雙湯集團 或者一般人叫雙湯科技 這間就是內地知名的人工智能的公司 最出名的就是做這個 所謂人簾識別 這個美國方面就聲稱發現雙湯 就由這個深圳雙湯科技百分百持有 而深圳雙湯科技就搞這個人簾識別系統 可以分辨目標人物的種族 特別就是針對維吾爾族 因此美國的財政部就說 雙湯將會用這些技術去辨識維吾爾族人 戴太陽眼鏡或者戴上口罩的應用 美國的資本鐵拳也有很多針對外國資本的方式 當中就是以這個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商務部的出口限制 這個出口限制主要就是限制這些公司獲取美國的產品 當中包括原材料 而亦都包括技術的 當中包括專理 一般中國公司很多科技公司 其實就已經中了這個所謂的商務部的黑名單 譬如大家熟知華為、中芯、甚至商湯 它本身有一間北京附屬 其實一早已經在兩年前就中了這個出口禁令 但是影響不大 只要它的技術 譬如商湯這樣它自己開發 不需要美國專利的話 當然實際就沒什麼影響的 結果美國方面加碼 現在採用這個就是 拜登簽署行政指令 搞出來的所謂中國軍工企業名單 其實這張名單是繼承特朗普時代的 所謂這個解放軍企業名單 現在就是 修改為一個叫做中國軍工企業 或者這個軍工複合體名單 這意味著美國個人和投資者 都不能夠投資在商湯科技那裏 這個隊伍就是 在招估上市的商湯科技 影響當然很大 事實上這個消息在上個星期四 就是9號的時候已經傳出來 最早就是金融時報引述這個消息人士提及 到這個財政部 最快就會在10號 也就是商湯的公開招估 截飛日的同時 也都是定假日的時候 就會列入黑名單 那麽結果呢 那麽結果呢 就當然啦 那麽 搞到商湯科技呢 現在呢 是要押後呢 就上市的了 那麽實際上 現在都沒有最終決定的 根據呢 就一些報道提及 那麽 但是呢 就相當現在呢 就最少一定要就著那個招股呢 可能就要重新呢 就是加入一些風險因素了 當中就包括呢 現在涉及這個美國財政部方面的制裁 那麽要加在那個招股文件那裏呢 就告訴給投資者聽 現在呢 我們招股的時候呢 遇到這件問題 那麽 也都意味著 如果你繼續投資呢 這一個呢 是一個風險來的 那麽 所以呢 如果你說 只要繼續去馬 繼續上市的話呢 那麽 這個部分呢 就要改啦 那麽 也都意味著 就要延後上市的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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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決定 就抽飛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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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是上市 理論上是可以上市 但是如果本來作為主要投資者的一些機構投資者 都說我不玩了 因為現在財政部制裁了 意味著美國的資金 美國基金不能夠買 那沒意思的 一買 將名單已經在10號 在美國方面宣佈 已經是屬實的 9號的時候你還可以爭論 報道未必準確的 雖然《金融時報》引述的消息都沒有質疑 加上《華爾街日報》等等 其實都有相關的消息引證 其實基本上都會入眼的 現在事實上已經入了 也真的會列入制裁 那你還去投資 這樣基本上是違反美國的所謂禁令 這些美國資金 是可以被美國財政部連帶制裁的 所以這班本來已經買了或是投資了雙湯的 那一定就不可以再玩了 那現在最大問題也是一些本來 投資了雙湯科技的IPO前投資者 他們都投行了 因為根據財政部的要求 他們需要很短時間之內 然後就要把股份沽出的了 那當中就包括就是軟銀 軟銀集團 他們是日本的 那他就有在美國都有相關ADL掛牌的 但是理論上就 它可以 只要不是美國的部門來投資的話 理論上都可以不受影響的 但是實際上有一些真是美資的 譬如 現在持有相當3%股權的美國私募 這部消資的銀行已經是出雲湯 已經是已經投資了 另外就是富達和Qualcum 高通 也持有相當少量的股份 這些是受到美國財政部的限制了 那現在也可能要考慮一下 在短期之內 將股份轉手 這裏很可能影響整個招股結構 股東結構等等可能都要調整 所以整件事就不是單止風險寫明 現在還包括原有的一些上市前的股東 都可能要執位 而且它也涉及一些為何要這麼急著上市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它有一個回購條款 就說如果不能夠安時 根據軟銀在雙湯上一輪的融資協議 不能夠在2022年4月之前上市的話 雙湯就要回購軟銀的股份 所以雙湯的時間也很緊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的虧損都很嚴重 所以它必須要上市去令到投資者 滿足了投資者的要求 這些投資者全部都是賺錢的 希望你上不到市的話 他們就可以在市場沽了 現在你上不到市的話 如果觸發了這條款的話 這個軟銀要沽 那你雙湯在哪裏拿錢來接股票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美國的今次制裁 可以說一鑊巧氣 無論是對於香港的IPO市場 你現在還在說 我們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可以容許內地的不同的科技公司 包括在美國回流的科技公司 包括一些新創公司 都可以在香港上市 但是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這些跟中國的生意非常密切的公司 是可能遭到美國 或者其他國際社會的一些制裁行動影響的 那這一點就令到很多投資者 可能之前沒有想過 我們打算投資IPO 以為好像以前這個 南非的Lexpress 或者好像這個 雅虎去投資阿里巴巴 軟銀可以投資這些科技公司 這樣賺大錢 現在發現似乎未必那麼容易 因為未上市的公司 可能本身都存在一些問題 現在就逐步揭示了出來 這個可能會令到 未來投資這些中國公司的資金 可能需要更加高的一個風險日價 也都意味著 他們沒有以前那麼積極去買中國的科技公司 這個很重要的 另外也都在看到 美國方面的時間點 今次都玩到塌塌塌 你正在招股的時候 他不等到你完成 他就已經傳風聲出來 你正在招股的時候 我們就來振興 接下來就會被制裁 令到你根本 賣單算數 其實很多票就不見了 反而公開發售部分 好像就挺硬正的 看下去 因為都個別的 縮票情況 不是很嚴重 我不知道 因為香港最近的IPO 新股市場其實都挺差的 你看到很多新股上市都潛水的 所以可能投資這類公司的公開發售部分的資金 就已經不是一般的散戶了 見升就去拜 見跌就去踩 看下去就不是 就是這一班去投資 有可能潛水 或者是有上市風險的 都是看來相當專業 或者有一些背景的錢 通過公開發售 就是普通散戶認救部分 就入票 看下去就 你看那個抽票 9號傳出來的消息 10號呢 抽票情況不嚴重 當然啦 跟個別勸商可能採取更加 是嚴格的要求有關 有一些勸商 原來最後一天 如果你抽票的話 他們就會要求你付全額的孖展息 以及手續費 所以可能很多想清楚 或者怎樣 可能都繼續去馬都未定 但是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雙湯已經在延後上市定價 那就是意味著 它應該沒有可能 就可以按時IPO上市 那這兩年 這些制裁行動 美國越來越多 那雙湯這次 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事件 令到一間上市之後 市值超過一千億港元的公司 就是腰折 出不了勢 而呢 就是另一間內地的AI巨頭 礦市科技 都曾經在2019年8月 入止申請來香港上市的 但是呢 就在10月 就跟這個 北京商湯一樣 遭到這個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 這個出口禁令 就是這次限制 這個呢 是美國資本的投資 但是當時呢 礦市呢 已經上不了市了 最後 那只不過呢 那只不過呢 這次事件呢 就是 更加精準 你看看美國 是不較準時間的 而且一張名單 寫到明的 就是呢 接下來 12月10號上市的 這一間 雙湯集團 那就是 明明呢 就是針對的 那也都看下去呢 就應該很大機會呢 令到呢 就相當呢 沒有可能呢 就在短期之內再上市了 那原有的保證人就是 匯豐 那但是 他不是 美資 但是在美國方面 有生意的 那會不會繼續 就是作為保證人呢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總之呢 就 這次呢 就是一個很 顯著的例子 就是說 中國的科技公司 湧來香港上市 那對香港是否必然是好事呢 那 那這次呢 就是一個證明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關注事件的 那 文昌講故經 大家繼續留意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